首先砂轮拆卸 我们先把红条拧到最头 把这个螺钉取下来 卡住了刀 此时这个砂轮是被卡住的 现在我们用这个砂轮拆卸专用工具 如果说这个位置人手拧不动的话 可以找一个硬度 敲开 把这个鸭棒拿下来 把电圈取下来 如果说客户说这时候说这个砂轮取不下来 那就要使劲晃一晃 使劲晃一晃 然后取取 如果说使劲晃的话还取不下来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拿一个 先把这个砂轮主轴这个锁紧螺钉卸下来 卸下来 然后这个M8的 锁紧螺钉拧上 将砂轮和砂轮法兰一起顶出来 这时候是砂轮法兰一起被拿下 这样的话 如果说这样的话 砂轮就比较容易 有比较容易的方法把它取出 用软木轻轻敲击 就把这个砂轮取下来 但是这个砂轮法兰这样取下来以后 这个砂轮法兰在重新安装的时候 在重新安装的时候 安装完以后一定要打表 跟这个砂轮法兰一起 锁紧螺钉 弹器 我认识 跳动要在一丝 上转发来就OK 好了